大家好 今天吉米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一些訊息 現在大家都很喜歡用Facebook或是用其他一些軟體來做直播 那當然今天我們就針對這個需求來做一個測試 像現在大家可以聽得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吉米現在的聲音其實都是用iPhone來做一個收音的動作 所以說你聽得到的聲音都是透過iPhone本身的麥克風收進去的 很多人直播的時候也喜歡這樣子來做收音 這樣子不是不好的是說它的效果有限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現場放一個畫面來看看給大家 放一個背景聲音給大家看看 因為在全安靜的一個環境下面來講 基本上呢沒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呢到背景聲音進來的時候 因為你不見得你的這個所在的環境呢 聲音都是非常乾淨的嘛對不對 比如說呢 比如說我們到了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聲音的比較大聲的時候呢 你就會 可能會聽不到我親自的講話的聲音 希望大家可以聽聽看喔 我們現在切回來一下這個畫面 讓大家看到我是真的 好 哎呦什麼都沒有轉喔 就直接用iPhone來收音的喔對不對 直接用iPhone來收音的喔 所以說呢這就是大家可以聽到的一個狀況 我們再把聲音關小一點 接下來呢我們來測試一個 接下來大家呢常常會用的一個設備 來做收音的設備是什麼呢 那就是這個啦 對不對 大家的這個iPhone盒子裡面一定都會有一個 這個Eapop 它的這個聲音的效果呢 跟它的價值呢真的是 非常好 很多人喜歡這樣直播 來我們插上去給大家看啊 準備來插上去囉 好 OK 現在聲音呢應該已經轉換成這個 Eapop的聲音了 是不是 Eapop的收音 大家聽起來有沒有感覺到差異呢 應該聽得出差異來吧 對不對 那 很多人喜歡這樣講 尤其是 一些這個收音的效果 這樣子感覺上好非常多 但是呢這只適合主角講話 那如果說你今天有一些人跟你一起講 一起直播的話呢 這樣子的效果其實是有差的 如果說啊 現場聲音更大的時候呢 問題就來囉 你會受到干擾就會更多啦 對不對 對不對 有沒有 有 有搖頭音樂 嗯 這個時間聽搖頭音樂好像也不錯 來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啊 我們現在呢 確實是接了 接這條線對不對 來 接這條線而已啊 好 我們再回來這裡 這就是 Eapop 大家喜歡用 Eapop來收音對不對 來我們再試下一個啦 那想要更好的話呢 其實Eapop已經呈現了一個不錯的一個效果 接下來我們來給大家看 東西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試的呢 其實是這一個 啊 欸欸欸欸 在這邊 好 Room 這專業的錄音 器材的一個大廠 他所推出的這個 隨身型的這個 麥克風 我們只要接上我們的這個 iPhone 就可以有一個不錯的一個收音的效果囉 比如說我們現在iQ5 這一套現在目前這一套叫做iQ5 來 大家聽到差異了沒有 好 我們現在講話的聲音呢 他其實會比較 飽和一點 那剛剛的這個Eapop的聲音會比較扁一點 當然如果後面呢 有聲音 音樂進來的時候呢 你可以聽聽看這個 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同樣的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 機器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在這個機器的一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他的這個 是Lightning的接頭 直接插在我們iPhone上面 就可以來做一個收音的效果 那這邊呢 90度、120度跟MS的這個 需求來設定 還有AutoCam自動放大聲音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 錄音的角度呢 是可以旋轉的 只要把這紅點對準的這個 我們收音的一個對象 就可以來收音囉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 一個效果 那在這個地方呢 還有一個這個就是 調Gang直的 就是這個音量大小的一個地方 收音大小的Gang直的一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來控制 那在另外一邊呢 有耳機監聽孔 還有這個mini USB的這個充電孔 這非常重要 因為在我們錄音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比如像這樣插上去 長時間錄音或是直播或是轉播的時候呢 就很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充電孔 來幫他來收音 這就是我們這個的一個效果啦 好 這就是IQ5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來換下一個 下一個設備囉 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換下一個設備 IQ5大家記住這聲音 下一個呢 下一個呢 是這個IQ6 這個 這個 跟我的這個HLEO的這個頭很像 所以我很喜歡這一支 因為他的指向性效果非常的好 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用IQ6來 收音給大家看啦 那因為這個對 我們來講呢 他其實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再切回來這畫面給大家看到一下 因為他其實只能對這個地方 向這個地方來收音進來 搜進去 所以說呢 他在收音的效果上面呢 你會發現到我這樣子講話的效果 會非常的好 非常的清楚對不對 我再把這個夜店的聲音打開來 有沒有你在夜店訪問人家也不用擔心 你就可以繼續的講話 那只是呢講路的人呢 就是很呆啦 我把後畫面切給大家看啊 路的人很呆啊 你必須要這樣子對著他才能夠講對不對 好 再切回來 好 這個呢 就是 我們IQ6 這一個收音的一個效果 因為他只要對不到我講話嘴巴的話呢 就 聲音就沒這麼好 你會聽到背景的聲音一對 有沒有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啊 我來再給大家看一下 他呢 就是這個有90度跟120度的一個角度的一個設定 可以來切換 你要對準的錄音的這個對象在前面很 這個直接的地方呢 或者說很寬廣的一個地方 就透過這個地方來調整他的一個角度 那這邊是Games的調整 那旁邊呢 一樣有一個監聽的耳機的孔 就這樣子而已啦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IQ6 這一個特色 收音非常的好 但是呢 你就要對著他 像現在對著他才會有好效果 好吧 要對著他齁 所以說呢 我們接下來換下一個啦 最後一個呢 登登登登 就是大家這個有看過的這個 IQ7 IQ7呢 他一樣有一個特色喔 這邊有一個箭頭 箭頭對準的一個錄音的一個對象啊 然後裝上去 好了 我們現在是IQ7收音了囉 我們來換一下 大家看一下IQ7的收音那個效果囉 來 我們現在呢 一樣是用這個IQ7來收音 現在是7x7 好 我們來講話看看啊 那在這個 我們現在不改變這個背景音量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可以看到 IQ7他的一個特色呢 是這樣子的 他上面的頭是可以轉的喔 我們來近一點給大家看 可以針對著這個對象呢 來去做一個錄音的對象 來做調整 有一個主要的麥克風呢 面對著這個發音的來源 有沒有 面對發音的來源 下面的這個側邊的這個兩個收音的 麥克風呢 就是分別收側邊的這個音量 那這邊一樣有90度 120度跟MS的一個調整 IQ7 這是一個 另外一邊呢 有一個這個燈號的一個顯示 還有監聽耳機的一個 一個耳機孔 大家可以插下去 聽聽看呢 收音的效果如何 就像現在呢 我們可以聽到呢 我們在 對準著幾米來錄音的時候呢 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啦 對著我 錄音 這樣子對著我 這邊呢 其實你反過來看 另外一邊的前面其實對著我 那下面兩個其實是側邊收音的一個部分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所以說呢 我們只要這樣子呢 就可以來做一個 跟著對象的錄音 那對方呢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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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的這個效果 那就是IQ7啦 那其實呢 IQ5 IQ5 IQ6 IQ7呢 它的最大的一個差別呢 其實我覺得啦 在真正在長時間使用的話呢 這個效果最需要 有沒有 能夠充電 IQ5呢 能夠充電 即時 邊錄邊充 這個是 我覺得很常很常用 因為大家通常呢 尤其是專業的這些 User 他們在直播的時候 時間其實不會只有十幾分鐘 或者說是 二三十分鐘 甚至可能會更長 雖然呢 臉書的直播有時間限制 不過呢 你總不可能每次在錄音的時候呢 或者說在直播的時候呢 你的電都是滿的吧 對不對 所以說啊 這個能不能夠充電呢 就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要素了 所以說沒想到我這樣子講一講呢 又講到十分了 十分鐘的一個長度 你看看 所以說呢 如果你的這個電不夠的話呢 肯定沒有辦法撐得太久的啊 那最後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三個 好 我們畫面切回來 我們總共介紹這三個 好 IQ5 IQ6 IQ7 三個這個收音神器 然後大家如果在 想要有更好的收音品質的時候呢 可以考慮用這樣的一個設備 當然啦 IQ5呢 待會我們惡魔黨呢 就會有特會 給大家來做一個搶購囉 因為我自己要趕快買一個啊 下次直播的時候 可以直接插電 就可以來使用囉 嗯 海盜船長可以準備上惡魔黨了 好吧 好啦 那今天呢 我來再切回來這個畫面呢 跟大家看一下 嗯 好 這個 另外呢 一部分就是 Facebook的直播呢 到時候 你再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切來切去 然後又可以 非常的好用 欸我這樣子 先給大家偷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偷看一下想看嘛 對不對 來給大家偷看一下我的畫面 有我的直播機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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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回來 好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啦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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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